本期的无期不安 这么来说一个夺子大战 夺的是一个复活的孩子 说是一个出生两天的小婴儿 看似健健康康的 却被医生评定为重大疾病 最终给父母开具了婴儿死亡证明 但是四年之后 当年被医生诊断为死亡的孩子 竟然奇迹的又是出现在了亲生父母面前 从而也就导致了这对夫妻和孩子的养父母 展开了一串夺子拉锯战 这就是一起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的战争 咋回事啊 咱们把时间一起倒回到2013年 去详细的探究一下 2013年10月12日 李建文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呢 这时啊 他的一个老乡陈彬对李建文说 我妹妹啊 前几年收养了一个小男孩 那小男孩长得糊涂糊脑的 特别可爱 也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的 孩子刚刚出生的 就因为重病 把他扔到了医院里 李建文听后就说 是吗 我和我老婆一直都是在深圳打工啊 这几年很少回家的 所以对老家的事也知道的不多 哎对了 那个把孩子移气到医院的父母叫什么呀 陈彬想了想 哎哟 这大名吧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我只记得那个父亲 他的小名好像叫狗蛋子 什么 听了这话 李建文握住酒杯的手 突然就抖了一下 酒杯里的啤酒一下子就洒出来一些 你说什么 那个男人的小名叫狗蛋子 他奶奶的 我小名就叫狗蛋子 你说你妹妹在四年前的时候 在龙攀乡的医院收养了一个男婴 啊 是啊 我舅舅让他去收养的 李建文顿时的酒就醒了一半 瞬间 他也明白了什么事 这顿酒吃了一半 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回到家之后 李建文跟老婆就说起了喝酒的时候 陈斌跟他说的那件事 他老婆高玉英说 不管陈斌说的那个孩子是不是咱们的儿子 那咱们也要把事情给弄清楚啊 对 我明天再找陈斌好好的问一问 时间回到四年前 那是2009年的4月12号 高玉英快要临产了 很快 在丈夫李建文的陪同之下 就来到了当地一家的妇科医院 高玉英做完了产前检查之后 妇科医生黄红脸 一脸严肃的对着夫妻二人说啊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们 刚才通过B超检查 我们发现这个胎儿有问题 可能是患有脑积水 什么 高玉英听后一下子呆住了 黄医生 这个脑积水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治疗吗 可这医生黄红脸却摇了摇头 说像这种病啊 大医院里也是没有办法的 一般情况之下 这小孩出生两三天就可能会死亡 不过你现在也别紧张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如果各方面指标都正常的话 那说不定就没事了 两天之后 高玉英就顺产生下了一名六斤二两的男婴 男孩看上去非常的健康 根本就不像患有重病的模样 但是黄红脸就对夫妻二人说啊 脑积水这种病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来 你现在看着孩子很健康啊 说不定两天呢就犯病了 现在先观察一下吧 两天之后 高玉英和孩子要出院了 黄红脸就叮嘱他 你家的小孩还是病得很重 这样吧 嗯 你们明天上午啊 再到医院里做个检查 就这样 第二天 李建文就按照黄医生的叮嘱 来到了医院里给孩子做复查 还是黄红脸给孩子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对李建文说 你们现在去给孩子买一个奶瓶吧 等一下啊 我把规格写在纸上 你按照我所说的规格去买 李建文有些纳闷啊 这家里都已经有三四个奶瓶了 就不用去买了吧 不行啊 孩子现在病情有些严重了 需要住院治疗 你们家的奶瓶现在不卫生 而且每天必须要用消过毒的奶瓶才可以 有的时候三四个奶瓶根本就不够用呢 所以现在你必须要去再买一个 黄红脸有些不耐烦的说 听说孩子还要住院 李建文又如是当头一棒 心情啊 特别称重 他就只好按照黄红脸说的 去街上去买奶瓶了 十几分钟之后 李建文的奶瓶买回来了 可是等他找到黄红脸的时候啊 黄红脸跟他说了一个噩耗 哎呀 你儿子已经死了 李建文当场就惊呆了 怎么可能啊 我跟他出门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呀 这他几分钟 他怎么就 哎 婴儿的抵抗力本来就很差 再加上你儿子病得很严重 出生的时候 脑子里的积水就太多了 所以死得很快 这样吧 我赶紧给你开个死亡证明 黄红脸是一边解释着 一边给李建文就开了一个死亡证明 那我儿子现在在哪里啊 就算这死了 我也得看上一眼啊 黄红脸把开好的死亡证明 就塞到了李建文的手上 啊 放在太平间了 一边说着 一边起身 就要带李建文去看孩子的尸体 可是两个人走了一段路之后啊 他突然又停下脚步 转头又看着李建文 哎 要我说啊 这孩子太可怜了 这么小就腰折了 我怕你看了他的遗体会伤心的 这样吧 要不就交给医院来处理孩子的后事吧 李建文本来就很伤心 在听了黄医生的话之后 也就没有再坚持去太平间里去看孩子最后一眼 他伤心欲绝的回到家里 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妻子 妻子高玉英听完之后打击很大 整天是以泪洗面 出了月子之后 他和丈夫说啊 要去深圳那边打工 李建文就同意了 夫妻二人就去了深圳 李建文呢 在一家建筑工地里做水泥工 高玉英 则进了一家电动玩具厂 做寄建工 夫妻俩的生活呀 仿佛一下子就恢复到了重前的瓶颈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瓶颈就在2013年的10月12日被打破了 也就是前面咱们说的 于是在第二天李建文天一亮就给老乡陈斌打了电话 后来又找到了陈斌的住处 向他详细的询问前一天晚上他所说的他妹妹收养孩子的事 可没想到啊 这一回陈斌竟然冷冷的说 啊 你说啥 啥收养孩子呀 不是 我昨天喝醉酒了 说了点醉话 你不要当真啊 可是陈斌越否认就越引起了李建文的怀疑 他就不死心的又问他 那你妹妹的家里究竟有没有收养过孩子呀 不是 收不收养孩子关你屁事啊 陈斌是一改往日的热情叫嚷了几句之后 就没有继续理会李建文 直接就上班去了 李建文无奈 回到家里之后 又跟妻子商量起来 说这年春节的时候啊 早点回家去打听一下 这龙攀乡是不是四年前有人收养了一个小男孩 然而啊 当他们回到老家呀 才发现 他们只知道陈斌的妹妹嫁到了龙攀乡 可是却并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又叫什么名字 但是 这并不能妨碍这对夫妻找到亲生儿子的决心 他们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打听 终于在一个多月之后啊 他们就打听到了陈斌的妹妹所住的村庄 以及他的名字 那个女人名叫陈仙荣 四年前确实是从医院里抱回来一个小男孩来抚养 这个消息让夫妻二人激动不已 而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啊 陈仙荣的家就住在公路边上 他们坐着公交车就能够路过他们家 当公交车离着陈仙荣的家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夫妻俩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紧张 他们俩就不断的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 目不转睛的盯着车窗外 可是啊 当公交车停下的时候 他们发现陈仙荣家的门是关着的 他们夫妻二人都没有看到那个朝思暮想的孩子 高玉英有些不甘心 第二天他再次坐着公交车去了龙攀乡 可这一次陈仙荣大门虽然打开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四岁的小男孩 直到第五天再去的时候 高玉英总算是看到了那个四岁多的小男孩 他在屋子外边玩耍 尽管是在公交车上匆匆急眼 他就已经断定了 那个孩子就是他儿子 因为这小男孩的长相和他丈夫几乎是一模一样 回到家之后 高玉英把自己见到孩子的样子就描绘给了丈夫 李建文也很激动 他们决定立刻去乡妇产科的医院 去找黄洪莲医生去问个清楚 当这夫妻二人同时出现在黄洪莲面前时 这位妇产科的主治医生惊讶不已 李建文带着怒气质问他 黄医生 当年是你跟我说孩子已经去世了 可是现在孩子怎么还好好的活着呀 而且还很健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黄洪莲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哎呀 这这怎么可能啊 我是亲眼看着他眼气的 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你别听别人瞎说啊 我们才没有亲眼瞎说呢 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跟我老公长得一模一样 你这把实话告诉我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黄洪莲起初就是不说 坚持说孩子已经死了 直到李建文和高玉英 要拽着他去找男孩当面对质时 黄洪莲才知道 瞒不下去了 终于黄洪莲低下头 说道我确实做了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 当时你们的儿子确实没有死亡 他也没有得很严重的病 是我 是我鬼迷了心窍 输了别人的好处费 所以就联合他们 把你儿子送人了 什么 听了这话 高玉英夫妻俩很气愤 但同时 他们又希望这个主治医生啊 能帮他们把孩子再要回去 高玉英不得不低声下气的说 黄医生 以前的事我们先不追究 我知道您是个热心肠的人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孩子要回来啊 可这黄洪莲就皱了皱眉 叹道 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啊 我联系一下秦医生 李建文夫妻俩就在医院门外等着黄洪莲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他和一个男医生从医院里走了出来 黄洪莲又指着这个中年的男医生 对夫妻俩说 那你们俩的儿子啊 就是报给了这位秦医生的外甥女儿 此刻呀 这个秦医生 他显然已经知道了李建文夫妻俩的身份 并且很爽快的对他们说 你们夫妻俩先回去 我会让我的外甥女儿 先容啊 把孩子还给你们的 这善良的夫妻俩就相信了这个秦医生的话 兴高采烈的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里出来之后 夫妻俩就去买了四五套铜状 夫妻二人都很激动 这时高宇英挽着丈夫的胳膊说 再怎么说 陈先容夫妻俩抚养了咱们儿子四年多呢 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经济上 都是对咱们儿子付出了很多 将来要不然就让儿子认他们做干爹干妈吧 李建文听后也是点了点头 说啊 一切等孩子要回来再说吧 我总觉得让他们一下子把孩子还给我们可能有点困难 没错 李建文说的很对 毕竟孩子不是宠物啊 即便是宠物吧 这养的时间长了 也是不会一下子就送给别人的 更何况一个养了四年多的孩子呢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可是医院里的黄红莲后来是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 这让李建文夫妻俩有些沉不住气了 一个星期之后 李建文和妻子啊 又来到了黄红莲工作的医院 但是医院的领导说啊 黄红莲去休假了 这两个多月之后啊 才会回来 李建文急忙就拨打了黄红莲的手机 但是他的手机却关机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到了医院里的秦医生 但是啊 找遍了整个医院 他们确实都没有找到秦医生的人眼 直到这时啊 夫妻俩才真正的紧张起来 他们此时啊 还没有意识到 一场很长的夺子拉锯战 在前方等着他们呢 2014年 一月份的一天 这夫妻二人终于是见到了黄红莲 看到这个妇产课的医生之后啊 高玉英急忙上前就拦住了他 哎 黄医生啊 你当时不是答应我们 要帮我们把孩子要回来吗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有动静啊 可黄红莲呢 却冷着脸 瞪了他们一眼 哎 你这女人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哎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呀 四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生的孩子 可是你把我儿子送给了别人 你怎么能不认呢 高玉英一听急了 可是黄红莲的脸色变得 却更难看了 你说话要小心一点啊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医生 还从来没有干过一件缺德事呢 你可不要在这里毁坏我的名声 这个女人的态度啊 彻底是激怒了夫妻二人 李建文怒气冲冲的指着他 你现在不承认是吧 好 我要去公安机关报案 我就告你拐卖儿童 一月二十五号 夫妻二人赶到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爆案 然而 这夫妻二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中 婴儿的死亡证明上啊 有黄红莲的签名 和所在医院的公证 上边婴儿死亡的原因 也是当初黄红莲所说的那个原因 但是 在死亡婴儿的母亲一栏里填写的名字 却是张海英 而不是高玉英 哎 面对着这种情况 李建文有点傻眼了 他说 我 我当时太伤心了 就没有仔细看过这张死亡证明啊 回到家之后吧 我也没有给我老婆看 这个女人之所以牵错名字 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 这事情一旦败露之后 她有推卸责任的理由 李建文的话 让办案的警官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信服力的 于是 警方就着手调查起来 几天之后 他们调查到一条信息 说09年3月份的时候 陈先荣的舅舅 秦奎文 也就是医院里的秦医生 曾经对妇产科医生黄红莲说啊 自己的外甥女儿想要收养一个孩子 想请黄红莲帮忙 黄红莲随后就了解到 高玉英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现在已经快要临产了 于是 她就趁着高玉英 做最后一次产前检查的时候 这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丝邪念 她决定 将高玉英的新生儿 以死亡的名义来窃取 暗中报给了秦奎文 而陈先荣夫妻俩也承认 他们的儿子确实是在四年前 从一个妇产科医院里抱养的 因此警方认定 陈先荣夫妻俩受养的孩子 就是李建文夫妇的儿子 经过警方的交涉之后 陈先荣夫妻俩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答应把孩子还给李建文夫妻俩 李建文夫妻俩提着的心 她终于是落了地 只是这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上回说 警方出来交涉之后 陈先荣夫妻俩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答应把孩子归还给李建文夫妻俩 3月9日 派出所警官给李建文夫妻俩打来了电话 让他们第二天去接孩子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后 这夫妻俩兴奋的半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他们就一直憧憬着儿子 跟他们团聚之后的情形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赶到龙潭乡派出所的时候 却并没有看到陈先荣把孩子送回来 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 那夫妻俩还是没有把孩子送过来 于是警方就带着这夫妻俩 找到了陈先荣的家里 陈家的大门居然反锁了 他们家的一个邻居对警察说 说这陈先荣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走了 怎么会这样 高玉英一下子就哭倒在了地上 跟随着的警察们 急忙将他给搀扶起来 并且安慰他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孩子找回来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派出所很多次给他们夫妻俩打电话 让他们去接孩子 但是每一次他们都是空欢喜一场 陈先荣居然没有一次旅行承诺 把孩子带到派出所 4月26日 又一次从派出所里失望的回到家 李建文终于愤怒了 我看他们夫妻俩是绝对不会把孩子还给我们的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要怪我了 今天我就去把咱们的儿子给抢回来 这天傍晚 李建文就坐着最后一班公交车 赶到了陈先荣家外围的老竹林里边 躲了起来 直到看到自己的儿子走出陈家时 李建文是一阵欣喜若狂 他立刻从身上摸出几颗糖来 对着孩子招了招手 宝贝 快点到叔叔这里来 叔叔给你糖吃 小孩看到了李建文手上的糖果 立刻就跑了过去 李建文激动极了 一把抱起孩子就往竹林深处跑 一边跑一边对孩子说 宝宝你别怕 我是你亲爸爸 我接你回家 咱们马上就能见到妈妈了 可是孩子毕竟是年幼 被一个陌生人抱着 自己很害怕 终于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听到了小孩的哭声 陈仙荣和他丈夫就警觉起来 立刻他冲出了院子 并且大声的高喊起来 哎呀有人抢孩子来 这一声高喊 立刻就引来了周围的邻居帮忙 一大帮邻居开始从四面霸放 就围追堵截李建文 很快便截住了他 大家伙把孩子从他手上抢过来 又把他摁在地上狠狠的揍了一顿 哎呀这孩子没有抢回来 自己反倒被揍了个鼻青脸中 李建文是格外的恼火 第二天一大早 他又是赶到了黄红莲工作的医院 这一回他跑到院部的顶楼 高声的喊道 黄红莲 你要是今天不帮我把孩子要回来的话 我就从楼顶上跳下去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缺德 你没有良心 把孕妇的孩子偷着包给别人 你就是个人贩子 这么一喊 他顿时就引来了医院里的很多人围观起来 高玉英听说之后 也是立刻赶到医院里劝说丈夫 可是李建文 他是铁了心 坚持要见黄红莲 无奈之下 黄红莲只好露了面 并且答应 说很快会和陈仙荣联系的 到时候把孩子会还给他们的 就这样 在院领导和派出所民警现场调节之下 李建文的情绪总算是缓和了下来 从楼顶上走了下来 但是这一回 黄红莲他又失言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 他又向医院请了假 又消失了 这时 医院里的一个负责人 对李建文说 你们这样不行啊 要不回来孩子的 我建议你们去起诉陈仙荣夫妻 李建文就听了他的话 于是在5月11号 正式委托律师 向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陈仙荣夫妻脸归还儿子 一个月之后 南充市人民法院便开庭审理了这一起 全国罕见的死亡婴儿 抚养权纠纷案 在开庭的现场呢 便当庭就确认了 陈仙荣夫妻脸抚养的孩子 是李建文夫妻脸的亲生儿子 但是孩子的抚养权 就成了两个家庭的争夺焦点了 首先 法庭对陈仙荣夫妻脸所受养的孩子的身份 进行了确认 从孩子出生的医院 与陈仙荣夫妻脸自述捡到孩子的时间 地点 以及李建文夫妻脸的代理律师 对接医生的询问笔录 当地村民的证言证词和孩子的容貌 特征来看 全部证明啊 这是同一个孩子 可是 陈仙荣却拒绝承认 声称啊 要为孩子做DNA鉴定 李建文夫妻脸也要求 尽快的送孩子去做DNA鉴定 很快 这小孩和李建文夫妻脸的DNA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也显示了这个孩子就是四年前高玉英所生的男婴 这下 陈仙荣没话说了 但是吧 他把他的话都委托给了代理律师 他的代理律师对法官说啊 虽然在生物学上吧 这李建文夫妻脸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是 孩子更适合生活在陈仙荣的家里 因为他们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跟孩子在一起 已经培养了四年的感情了 而且孩子也已经熟悉了这边的生活环境 并且陈仙荣夫妻脸的经济收入 要比李建文夫妻脸要高 因此就更适合孩子生长 从有利于孩子生长出发来说吧 我请求法院将孩子判给陈仙荣夫妻脸继续抚养 可是这律师的话就引起了李建文夫妻脸的愤怒 他们在陈述中说 这孩子与陈家既不符合法定的收养关系 也不是收养法实施前的事实收养关系 所以应该损回儿子抚养权 让孩子尽快的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2014年7月2日 法院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孩子的监护权归亲生父母李建文高玉英所有 陈仙荣夫妻脸务必在15天之内 将孩子送还给李建文夫妻 那面对法院的判决李建文夫妻脸沉浸在了孩子 即将回家的喜悦中 但是陈仙荣夫妻脸却表示不服 提起了上诉 2014年10月20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二审判决 驳回陈仙荣夫妻脸的上诉 维持原判 最终陈仙荣夫妻脸就不得不忍痛将抚养了四年多的孩子 归还给了亲生父母 孩子终于是回到身边了 李建文夫妻脸很开心 在开心之余啊 李建文也把当初啊 把他们儿子偷偷抱走的黄红莲医生 还有秦奎文医生 告上了法庭 最终啊 这两个人呢 也是以拐卖儿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都说这医者父母心 这一个好的医生 他仅仅有高超的医术 那是源源不够的 医德不在 医术越高 反而越可怕 好了 本案就到这 我是尚文 咱们下回再见 来吧 从本集开始 咱们再继续说乔四手下的第一杀手 李正光 因为他比较特别 比较凶残 所以咱们得 嗯 把它仔细的说一下 咱们上文讲过 乔四集团在覆灭之后 几乎所有相关的主犯 都是锒铛入狱 或者是直接枪毙 但是 乔四手下的第一杀手 李正光 他不仅能够全身而退 还另起炉灶 这电影 犯罪都市中 那个横扫韩国黑帮的张谦 就是以李正光为原型 进行改编的 由此可见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了吧 那么这个李正光的人生 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他又做过哪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案子 而他最终的结局又是如何 接下来咱们就想一想的聊聊 这位第一杀手李正光 李正光是朝鲜族人 1961年出生于黑龙江 他的父母都是当地公司的职员 有着稳定的收入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 但是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 李正光出生之后 父母对儿子寄予了厚望 他们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 来辅导李正光学习 李正光那个时候也很争气 自小开始到高中 他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高中过后 李正光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哈尔滨某大学 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凤毛麟角 如果李正光能够安下心来 将书给念完 他的前途可谓是光明的 不过现实却没有按照父母的剧本走 上了大学之后的李正光 没了父母的约束 很快就性格大变起来 他不再是着重于学习了 而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上学期间他经常逃学 跟社会上的小混混们 在一起鬼混着 他以大学生的身份 手里不断的零花钱 再加上良好的口才 很快李正光就成了这群混混的大哥了 听着手下人大哥大哥的叫着 李正光的心里 甭提有多高兴了 他就逐渐的沉醉的这种混社会的别样生活中 但是混社会 那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就行了 还得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 为了彰显自己老大的身份 李正光三天两头的和人打架斗 为此老师和学校就多次警告他 但是面对警告 李正光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是越来越猖狂起来 不仅打架 还挑衅女学生 任无可忍 终于在大二那年 李正光被学校给开除了 离开学校后 李正光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 一头就扎进了他最喜欢的社会中 在这里 他就凭借着自己的狠劲 很快 在混混的圈子里就混出了名堂 虽然当时的李正光还没有什么大气候吧 但是在无形中 却给其他团伙带来了压力 黑帮降就地盘 这一旦李正光起来 那么肯定就会有人不得不让出地盘啊 甚至会被黑吃黑直接给吞并 这就是其他黑帮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啊 为了打压李正光的气焰 让他懂事 有一个黑帮团伙就抓走了李正光的小兄弟 对方非常狂妄 扬言要活命啊 就让你老大李正光来接你 这明摆着 就是想给李正光来个下马威 李正光在得到消息之后 丝毫没有犹豫 他明知道这是对方在打压自己 但是为了他的兄弟啊 他依然是孤身前往了对方的大本营 到了对方的势力范围 他里马就有了十几个人围了过来 李正光看着这架势 仍然是没有认怂 你不是狠吗 好啊 那就看看谁更狠 见到对方的老大之后啊 他直接就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和对方说道 手下人不懂规矩 是我这个做大哥的没有做好 我愿意替兄弟挨这一刀 说着 他拿起桌上的尖刀 一下子就扎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胳膊瞬间就被这把锋利的刀就给刺穿了 那是血流不止 可李正光怕对方还不满意 他就忍痛啊 拔出了刀子 想要再刺一下 结果啊 对方被李正光的狠劲给吓到了 赶紧上前就阻止了李正光 因为对方只是想给他一个警告 并不想闹出人命 可是对方没想到啊 这李正光他就是个不要命的主 这一次不仅没有吓唬到李正光 反而是给李正光做了嫁衣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李正光的名声在圈子里就传开了 哇 有很多小弟都是慕名前来 心甘情愿的为他卖命 很快 李正光的团伙规模也在慢慢的壮大起来 他们敲诈勒索 打架斗殴 无恶不作 在这期间 李正光也是多次被带进劳改所管教 不过 几进几出的他却始终不知悔改 反而是在混社会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 也就在李正光风头正盛的时候 乔四的犯罪集团也在悄然兴起 并且这乔四的发展势头比他要快 乔四在挣得了第一桶金之后 他的名头因此也在黑道上就闯了出来 李正光听说乔四的大名之后 对他十分敬佩 因此啊 他自己就很想投奔这个既狠又能赚钱的老大 因为李正光他知道啊 混社会光靠狠劲那是不行的 还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才行 而当时的李正光他就是缺乏这方面的资源 因此啊 他想要投靠乔四和他一起打天下 当时乔四的暴力拆迁队正需要人手呢 面对着李正光毛随自荐 尤其还是自带打手队伍 乔四自然还是欣然就接受了李正光一伙人的加入 起初吧 乔四并没有看中李正光 因为李正光长得弱弱小小的 乍一看就是一副书生气 虽说李正光在黑道上早就有了名气吧 乔四也是有所耳闻 但是乔四他怎么看这个李正光 也不像是人们口中相传的那个狠毒的混混头目 不过在经过几次暴力的打架之后 乔四对李正光便彻底改了关 因为他发现李正光虽然长得书生气吧 但是他打起架来 真的 他真的是不要命 每次打架 他总是冲的最快 杀的最狠的那一个 被他打过的人 清泽在床上躺上两下个月 重则直接去见阎王 俨然就是那种人狠话不多的拙 李正光每次出手 他都是直击要害 那是绝对不会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他的枪法还特别的好 可以说是弹无虚发 只要是他想杀的人 保证会一刀毙命 绝对不用补刀 有这样一个出色的人待在身边 乔四是如获至宝 不过 真正让乔四对李正光刮目相看 还是那次 从当地头号恶霸 羊馒头手里抢生意这件事 当时 黑龙江这一块拆迁的油水很大 很多帮派都想分一杯羹 羊馒头就是其中一个 并且实力与乔四也是不相上下 甚至比当时的乔四实力还要大些 他和乔四同时看中了一个地盘 双方互不相认 谁都不想放弃这块肥肉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乔四就把李正光给派了出去 让他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必须要抢下这块肥肉 而乔四这边也知道 这一回一场黑帮大火拼 那是在所难免了 甚至连抚恤金乔四都准备好了 可是没想到啊 李正光他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啊 就把生意给抢了回来 不仅如此 羊馒头竟然还放出话来 他之所以会妥协呀 完全是看在李正光的面子上 啥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 不过啊 李正光却一直没有说出其中的门道 也经此一事之后 李正光是真正的便成了乔四的左膀右臂了 而李正光在道上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可以说啊 乔四能从一个恐吓老百姓的拆迁队的头子 发展成了哈尔滨市的一大毒瘤 那跟李正光是分不开关系的 后来随着国家加大对犯罪集团的打击力度 1990年8月时 乔四集团迎来了灭定之灾 商机也说了 以乔四为首的犯罪团伙被警方给一举截灭 只是当时身为第一杀手的李正光 却成了漏网之鱼 不见了踪影 可是李正光 他是乔四集团的核心人物啊 警方自然是不会放弃追捕的 但是 警方到处通缉抓捕 却一时间没有抓获李正光 原来李正光是一路由黑道朋友的帮助逃到了北京 在北京开了一家歌舞厅 还谈了一个女朋友 如果说啊 李正光此时金盆洗手的话 那可能他的后半生啊 也会安稳的度过 不过 在李正光的字典里 压根就不会有收手这个词 乔四在覆灭之后 李正光逃到了北京 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见外边的风头有所平静 这才冲出江湖 虽然此时 他已经是没有乔四这座大寇山了吧 但是凭借着自己这些年闯出来的名号 生存那不是问题 甚至很多道上的朋友都希望 能够和他拉上关系 有一次 家带在哈尔滨被人抽了大嘴巴子 李正光主动请应 承诺一定给带哥一个交代 他就找到了焦元南 让他将家带的虎头奔给退还回去 并且再摆几桌给他道歉 可焦元南却说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呢 给你脸了不是 好吧 这事的起因呢 就是有一天 家带突然给李正光打了电话过去问 正光 你老家是哈尔滨的吧 李正光回到 对啊 大哥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啊 嗯 哈尔滨的焦元南你认识吗 哦 李正光火南大悟 小南呐 我认识啊 他以前跟我混过 是我的一个小弟呢 怎么了 是这样啊 我和他的手下卢海 发生了一点矛盾 我将他打了一顿 后来 焦元南过来找回厂子 不但将我的车拿走了 还让卢海打了我 要不然 今天我还走不出大门了呢 什么 小南居然敢对你动手 大哥 你放心呢 这件事情我管了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郑光 其实也不用这样啊 你要是为难的话 我就从彭城 调兄弟过来处理 哎 大哥 还是我来处理吧 别将事情给闹大了 当家带给李正光打完电话 李正光 就立马给焦元南打电话过去问 嘿 小南 我是李正光 最近怎么样啊 焦元南则笑着说 哎呦 是光哥呀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哈尔滨了吗 来 兄弟 我摆一转 我们一起喝点 这焦元南 在乔四年代 被李正光收拾过 他比较实相 认怂很快 后来 焦元南就跟着李正光混 等李正光离开时 焦元南的势力啊 才做大 他的内心里啊 是有点害怕李正光的 李正光接着说 啊 这样 喝酒的事情 咱们先放一遍 我听说 你将夹带给打了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大了呀 他狠起来 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可这焦元南 根本就不慌 他解释道 哈哈 呃 确实有点矛盾 不过是他先动的手 光哥 这件事情啊 你就别管了 李正光马上说道 小南 你赶紧将家带的车退给他 然后摆两桌道个箭 我给你化解一下矛盾 否则 可是这否则还没说完 焦元南则直接的怒怼道 李正光 我他妈给你面子 叫你一声光哥 你还真当你是当年哈尔滨的扛帕子呀 给你脸了不是 你 还要李正光被焦元南的话弄得有些下不来台了 行啊 行 你翅膀硬了 等我回来收拾你啊 说完 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 李正光打算带着高德剑 李云 陈洪波等人直接赶往哈尔滨 这是 李正光的军师陈洪波说 光哥 咋还真的会哈尔滨呢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呀 李正光正色道 冒险 洪波 家带哥对我们怎么样啊 你心里没点说 出来混 咱们就要讲义气 再说了 上回你们三个的事 如果没有带哥 你说 你们能安全的回来吗 做人 一定不能忘恩负义 说完 他们几个人就直接赶往了哈尔滨 直奔 娇元南的老巢 广袤酒店 这娇元南 他虽然嘴上说不怕李正光 但毕竟他之前的老大 他还是很忌惮的 于是为了壮胆 就安排了一百多名手下在场子里 一半人都有武器呢 这娇元南看着李正光 他们就几个人来 这心里也就安定了许多 李正光看着娇元南说 我现在亲自过来了 你也不打算给面子是吧 可是娇元南在哈哈一笑 就你们几个人 一敢过来叫嚣 不愧是光哥呀 有胆识 先不说这个 我过来了已经 你不会就让我在大门口讲话吧 请进 这娇元南呢便安排手下将他们带到办公室 双方各走一遍 李正光也不和娇元南废话 直接将他之前的提议再说了一遍 可是娇元南还是拒绝 就在这时 李正光的手下李云站了出来 只见他的手里举着小地瓜 走到娇元南面前 大吼一声 今天我看谁敢动 不想捅个余剑 赶紧滚 娇元南被李云站做法吓了一大跳 想不到对方这么狠啊 连这小地瓜都拿了出来 房间内的一众小地直接吓得退出了房间 哎呦 这架势太火爆了 哎 这时李正光看到场面已经被他控制住了 直接就站起来 走到娇元南的身边 对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谈了吗 此时的娇元南老实了太多 点了点头 表示让他们别冲动 可以啊 不冲动也可以 赶紧将家带的车还给他 不然 我直接给你销户 娇元南怂了 他知道李正光的性格 向来是说一不二 也不会开玩笑 顿时就害怕了 赶紧安排人将车就给家带送了回去 李正光接着说 对了 还有打人的那个 我今天也要带走 你没有意见吧 娇元南不敢反抗 只好打电话 让卢海过来 李正光正在带着卢海离开了 到了家带的落脚处 而家带呢 只是轻描淡写的说 正光 这人呢 就交给你处理吧 我就不管了 说完带着人就开车离开了 李正光则安排人去处理卢海 那这于是如何处理的 就没有人知道了 反正是从那天之后吧 再也没有人见过卢海 他的位置啊 也迅速的被其他小弟给取代了 江湖就是这么无情 当他身处高位 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盯着你的位置呢 好取而代之 而李正光呢 他在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迅速的离开了哈尔滨 回到了京城 这件事情 就此完结 李正光回到京城之后 在京城开了一间歌厅 很多道路上的朋友都来捧场 而其中就有郑香浩 在之后的日子里 郑香浩和李正光就成了亲密的战友了 郑香浩来北京多年 也是有一定实力 只不过还不足以让他称霸一方 在得知李正光来到北京之后 他也是一直积极的和对方接触 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系啊 帮助李正光解决一些眼下的问题 为此啊 李正光也是很感谢他的人情 当得知这郑香浩需要人寿时 李正光又把自己的得力干将 身在东北的陈洪光叫到了北京 帮助陈香浩去蒸地盘 这下有了李正光的帮助啊 陈香浩的底气就更足了 此后二人联合干出了不少案件 至少有六个人死在了他们的手里 就不一例举了 就只说这六人中的其中一位吧 其中就有当时北京餐饮娱乐行业里的大哥 金仲德 这位大哥在北京的道上 那是相当有名气 怎么个名气法啊 就是很多这外地人 想要在北京做餐饮娱乐行业 都要去拜他的码头 如果没有他的点头就自行开演 那一定会很麻烦的 而郑香浩他早就想收拾对方了 但是却苦于自己没有能力 而这时李正光开的歌厅 同样也受到了金仲德的搅局 于是二人一合计 啊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我干脆就要了你的命吧 就这么简单粗暴 李正光便找来了朱庆华 范庆正等人 准备把这金仲德给干了 经过多次的踩点和谋划 时间来到了1999年12月 这天傍晚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冬天的北京还是很冷的 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 一阵北风吹过 卷起了地上的灰尘和垃圾 这这边的霓虹灯也都已经亮了起来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傍晚 没有人会意识到一场杀戮 马上就要上演了 此时在一家饭店门口 一个颇有派妥的中年男子 下了自己的车 他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金仲德 今晚他是来寻场的 可是还没等他站稳呢 就听到啪啪两声响响 随即他就倒在了地上 他是圆睁了双眼 张着嘴巴想要呼救 可是却只有呜呜的呻吟声 甚至他都没有看清楚 朝自己开枪的人到底是谁 金仲德被人发现之后 也是迅速的送到了北京朝阳医院 但为时已晚 因为失血过多 不治身亡 就这样 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那如果他知道是谁下了黑手的话 也许他在弥留之际会有些后悔不该得罪李正光吧 据说他的追悼会上是来了上千的道上的朋友 但是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血案发生之后 李正光公然的就接受了金仲德的地盘 掌控了北京朝阳区大部分的娱乐消费场所 这个事件李正光当时并没有当回事 毕竟杀人对他来说已经属于家常便饭了 当你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或许会有紧张 但是接连杀下去 他自然就不会当回事了 但是幸运这种事啊 是不可能一再的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 上一回他侥幸逃过了东北的神派 这次要栽在北京了 毕竟这不是东北啊 这是北京啊 京城重地 光天化日持枪杀人 这样的恶劣事件 警察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2000年4月5日 李正光被抓 他的结果也早就注定了 死刑 当时在法庭上出现了令人诧异的一幕 李正光的女友全程面带笑容的看着他 并且还不断的对其竖起了大拇指 还双手合十为其祈祷 并且送去飞吻 李正光在下庭的时候 他还大声的对他喊道 我爱你 如果仅仅是从爱情的角度出发吧 这的确啊 值得敬佩 随后啊 警方又将这起事件列为了严打挂牌督办案件 经过公安机关艰苦侦查之后 警方很快在目标就锁定在了李正光及其团伙身上 没多久 这团伙那的成员也是纷纷被抓 至此 横行北京的最大恶失礼犯罪集团案 最终覆灭 2001年11月1日 李正光终于被执行了自刑 2002年5月 李正光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至此 这位当年的乔四手下的头号杀手 终于是奏完了他罪恶的一生